在马来西亚的这场新春园游会 则是透过活动了解华人过节的传统文化 还能够奉献爱心 这是古来的共修处 启用以来的第一场新春园游会 有很多的社区志工都一同参与了 同时为槟城洗身中心募款 弹奏一首接一首的新春族曲和民谣 古来共修处举办的新春园游会 除了有华人传统吃饺子的习俗 志工也带着小朋友体验中国文化的减脂 实际他办了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可以让更多小孩子不是待在家里玩电动 而是来这边了解中国的一些文化 我是觉得很有意义的 通过种种的新春活动 把他们带入这里的时候 让大家心可以沉淀 迎新春的同时也为槟城洗身中心募款 我觉得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会让自己觉得更充实 还有很多洗心的病人要等着那个钱用 我们可以拿出来的一人拿一点点 积少成多就有一个数目了 积少成多的不但是捐款数字 更多的是这份爱也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 替新春带来新气象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报导 感谢观看